大家好,我杨风,大家新年好 中国大陆建载版的隐身战机 歼三速 能够力压美国第五代隐身战机 F-3速吗? 问题是,歼三速或是另一个名称 FC31,还没有正式服役 至少还没有正式的官宣服役 如何能够说,歼三速战机的性能超越F-3速 可以在战场上,打败F-3速呢? 这两年,我们曾经向大家提一个概念 不要在对手设定的战场和对方作战 也不要在对手设定的竞争模式和对方竞争 而是,换一个思考方向 换另外一种模式,初期至胜 另外,胜利未必一定是在原本设想的模式 可能是在侧面的战役 或是有一些小胜累积而成 2009年7月 美国参议院对F-22隐身战机的存废问题投票 投票的结果为58票对40票 通过了新的国防预算案 在此预算案中,停产F-22猛禽战机 最终是关闭了F-22的生产线 美国众议院也在几天后确定 F-22的最终数量为187架 F-22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隐身战机 事实上,除美国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国家拥有隐身战机 F-22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宣称 F-22是领先全球50年的战机 放眼全球,没有对手 什么是领先全球50年的战机呢? 那不就等于是领先全球近乎两代 或是将近两代的技术吗?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宣传说法 算不算是夸张呢? 没有,一点都没有 那时候的中俄两国都没有隐身战机 F-22的确是碾压式的领先 但是,美方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认为F-22是所向无敌 其实,这就埋下了隐患 F-22的生产线,为什么会关闭呢? 根据美国国会的投票结果 主要原因是省钱 当时,一架F-22的造价高达1.5亿美元 当然,F-22的接替者F-35 后来,证明其造价也不低 从最初超过1亿美元 到现在,生产数量多了 造价也因而降低 但是,也要8000万美元 反正,任何的先进武器 到了美国厂商的手里 都会变得价格昂贵 价格不昂贵 怎么行呢? 价格不昂贵 对,那就不是先进武器了 也不能够显现出美国研发工程师的薪水 以及美国工人的费用 其实,美国关闭F-22生产线 除了经费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F-35战机浪位 这是美国和美国军火商的重大布局 这么重大的布局是这样的 首先 美军得要宣传 F-22是举世无双 正如洛克西的马丁公司的宣传 F-22是领先全球50年的战机 要让全球知道 F-22是当代无双 没有追赶者 一个都没有 然后 当美国的盟国、盟友们 震慑于F-22的强大威力 开始对此战机展示了兴趣 有意购买的时候 美国说 抱歉哦 F-22是技术过于先进 是非卖品 想要买吗? 我们美国有下一代的隐身战机F-35 美国早就预备好了 也同样非常先进的隐身战机 瞧 F-35是美国重通用型战机 全名是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GS而来 是美国下一代的主要战机 是美军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通用的先进作战机 美国如此布局还不够 还有下一步 美国跟盟友们说 想要购买F-35吗? 没问题 既然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定了会出售这一款先进的战机 与盟友 美国肯定要确保盟友的安全 但是 新一代的F-35隐身战机太旱 太热门了 盟友们都在排队等着 为了确保盟友能够及时得到供货 请拿出一些研发费用 研发资金来 大家一起研发F-35 分担研发费用 只要能够分担研发费用 必然会在保障名额内 优先拿到F-35战机 这招果然有用 一些美国的盟国在其所处的区域 的确面临地缘政治上的纷争 或是想要尽快拿到F-35战机 彰显其大国地位 也可以借此对该国的竞争对手 示强 例如英国、土耳其、日本、韩国等 于是英国掏钱了 贡献了25亿美元 大约是研发经费的10% 英国是第一级的合伙人 向来是美国的战友 贡献的钱当然也要高一些 第二级的合伙人有荷兰和意大利 意大利贡献了10亿美元 荷兰贡献了8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第三级的合伙国家 有加拿大 澳大利亚、挪威、丹麦、土耳其 不过 土耳其在2017年 因为向俄罗斯采购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 因而被美国从合伙名单中剔除 这些合伙人 出了钱 等于是获得未来F-35战机的采购保障 会优先拿到F-35战机 总之 这是美国的一本生意经 美国就是会做生意 国防归国防 生意归生意 国防要做 生意也要做 两步相干 这就是美国算盘打得金的地方 那么 这个大布局的目标是什么呢? 针对什么? 第一 圈钱 发财 据初级的估计 F-35的总销售量 包括美国国内的需求和海外销售 能够达到7000到8000架 虽然 由于F-35造价昂贵 致使一些国家 可能减少采购量 但是 如果一切平顺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达到6000架以上 总金额将达到约6000亿美元 美国国内的采购量 约为2400架 占总生产的40% 这使得F-35战机 成为历史上销售最多的喷射战斗机 也会成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战机销售 这应该写进美国NBA工商管理硕士的经典教科书案例 此外 每年的维修费用更是一大笔钱 如果出钱的 以战机费用的10%到15% 作为其每年维修费用 F-35战机的生产商 每年还可以获得600到900亿美元的进账 并且 这会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 美国这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么高 可想而知 费用会是多少 这还不算 未来可能的升级花费 第二 牢牢控制住盟国 F-35是一款先进的战机 关键词在这里 先进又是隐身战机 所谓的先进有多重的含义 一是造价昂贵 二是维修费用高 三是需要协同作战 什么是协同作战呢? 这些采购美国F-35战机的国家 需要美国的情报数据 也需要向盟军或盟友通报战场数据 包括数据链的整合、运用等 当然 F-35任务出勤的时候 使用了数据 美国和生产商也是需要知道的 这是回馈战机的性能 因此 美国就能够牢牢地掌控盟国 包括盟国对F-35的使用状况 什么时候使用的? 第三 虽说F-22是非卖品 但是由于美国大方的 对盟国开放F-35的战机销售 这就使得盟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技术 不至于自己研发相同性能的战机 不过 由于隐身战机过于复杂 就算盟国想要独立发展 也难以办到 一是研发技术难度高 二是研发的资金也过高 例如 日本于2018年停止其 隐身战机新神的开发 第四 当这些盟友向美国采购F-35战机后 也必然会向美国采购更新型的战机 这会是长久的采购关系 等于是牢牢的绑住盟友的荷包 总结起来说 美国把F-35战机从研发到销售 到维护 当成是一笔生意金来做 打赚一票 又能够掌控盟国 相当于盟国的一半战机力量 归美国管 让美国统和 如有不从者 美国可以轻易的断绝F-35战机 后续的维修 数据链的整合和零部件等 回到今天的主题 针对此种情形 北京应当加速 尖三属战机的服役时间 并且开放对外销售版本 向友好国家提供尖三属的外销版 今年初的消息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表示 巴基斯坦确定将会购买 省飞研发的尖三属外贸版 在这里 我们说的是速度要快 如果北京能够赶在F-35向美国的盟友 大量销售之前 推出尖三属的外贸版 争夺全球隐身战机市场 将会打击美国F-35战机的对外销售 原本中美关系良好的时候 尖三属的外销版 还不见得要赶紧推出 我们说的是不见得 不是不可以 现在 却是中美打过博弈的时候 更不需要客气了 理由是 一 抢身一杯 对于美国的监视盟友 那可是抢不到 然而 对于一般的盟友 例如海湾国家的 那就得好好地竞争一下 美国国金布林克不是说 同中国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吗 那就好好竞争吧 二 削弱美国F-35战机的销售机会和数量 要知道 先进战机的研发成本 和初期的生产成本都很高 如果只是依靠国内市场 成本将居高不下 现在不是中美竞争吗 如果尖三宿获得更多的外销订单 这就意味了 美国F-35战机的销售将会减少 全球市场就是这么大 尖三宿的海外销售增加了 F-35的对外销售也将随之减少 这一方面 拉高了F-35的成本 二方面也降低美国生产商的获利 中国去年不是制裁洛克希的马丁公司吗 这就是最好的反击措施 此外 这使得美国厂商获益减少 影响其对下一代战机的研发投入 同样的 美国对F-35战机所设下的布局 能够获得的好处 中国也同样可以收获到 只是 中国不畏己胜 不需要像美国那般严格掌控朋友国家 这方面是将太空钓鱼 愿者上钩 愿意同中国合作的 什么数据链 情报信息 维修升级的 都好商量 第四 中国还能够因此争取朋友 军备采购不是恶性 也不是一般的贸易往来 这意味了两国将建立深厚的关系 具备深度信任 中美博弈 美方在盟友的数量上 占了上风 因此 但凡和中国有军事采购合作关系的 往后肯定不会站到美国那边 至少会采取更为中立的立场 这就是中国所要求的 另一方面 奸三署对外销售 可以帮助一些国家 抵御强权的军事骚扰 保护起国家安全 回过头来 当初沈飞研发FC31的时候 据说是沈飞自掏腰包 以至于FC31或是尖三署 延宕多时 没有那么快就定下型号 其实 这等于是措施了一个良好时机 中国不应该只依靠J20 这样的重型隐身战机 一方面 尖二十的造价也高 要装备千架以上的尖二十 将花费较高的费用 二方面 中国大陆需要一个外贸版的隐身战机 开放对外销售 帮助朋友国家 构筑其防卫力量 助其保卫国家安全 相信 如果之前 沈飞得要自掏腰包 现在应该已经获得国家一些益助资金 这种事 不能够让厂商独立发展 独立承担成本 一定要有政府的引导 再加上资金的协助 我们做一个结论 虽然 尖三十在之前 拖了一阵子 但时间不算晚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美国F-35战机出了一些问题 据美国斯密特中将 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说法 F-35战机的妥善率 只有53.1% 等于是 每两架 F-35战机 就会有一架出问题 换言之 美国部署的F-35战机 可能只有一半的数量 可以应对战备需要 这就大为折损 F-35的战斗力 因此 美国F-35战机 对外销售有两大缺点 一是 价格很贵 维修的费用贵 二是性能出问题 妥善率低 这使得买方会产生一定的疑虑 因此 我们在前面才会说 要加速 兼三数战机的服役速度 尽快服役 以及 外销的速度 保卫朋友国家 增强朋友国家的国防力量 在国际上 骄傲朋友 不能够只是依靠经济和贸易 军事安全上的保障 也很重要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